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也有一个组织叫做监督台塑月刚联盟 其实也参与了这项的行动 那为什么他们要发起这个抗议 为什么要绝食台塑干了哪些事情 为什么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对他们有很多的不满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这个台塑月刚联盟的成员 同时也是天竺教新竹教区越南移工移民办公室的 阮文雄神父来跟他聊这个话题 阮神父你好 阮神父你好 非常谢谢阮神父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想要先请你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事件 10月31号下午2点也发起了 这个发起了这个全球绝食来抗议台塑的这个行动 那您其实也参加了这一场抗议 我想先请教你为什么会有这一场的 这个绝食的活动 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在10月34日有这个绝食的活动是因为我们在协助一些那个台所钢铁在遍兰所 造成那个灾害的环境灾害的提醒 不是提醒是要求要求这个台塑 是这个那个还还给这个这些被害者 那个公平正义 那所以呢 在美国一位女士 他是一个国际已经得到的那个那个高门 environmental prize 在今年他是因为他是主动他是他就亲自来开始这个绝食这个抗议 所以为了要求台塑刚台塑集团呃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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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过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发起抗议的Diane 她其实得到了一个奖项叫做高曼环境奖 她其实有一个叫做绿色洛贝尔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其实Diane她不是第一次向台硕抗议 我记得她好像至少来过了三次的台湾 为什么这个Diane她经常会向台硕抗议 但台硕的这个公司对她的生活对她的工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她才要一直来抗议呢 在美国那边加州台硕那边 台硕集团在那边有一个台硕工厂 这个工厂是在她的家里 然后她的工作的地方非常高非常近 所以在2016年也是在加州美国那边 这个台硕这个工厂 它也造成那个环境的污染 所以呢 Miss Diane Diane小姐 她也是那个 那个牺牲她的家庭 她的事业 然后那个抗争从那时候 然后以后她的案件在法院判了那个 那个圣 圣波的圣述 那所以台硕那边要陪她大概 50 50 那个million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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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 那所以呢 一讲到台硕这个集团 是那个 Miss Diane 她 她是很熟 她很熟 这个公司 所以当她听到 她听到这个 在越南 也是台硕集团那边 也造成一个 那个环境污染 所以她就 跟我们在美国那边 的 那些 也参与这个 这个运动 来联络 然后以后她就来台湾 来台 曾经来台湾 然后也是在台湾这边 她也在那个 台数 那个 台数的那个集团 当天开那个 stock 是那个 股票 股东会 所以在那边 她也发言 然后她也说 这个台数在越南 所造成这个伤害 那 然后因为在越南 这个事情 是从2016年发生 这个 这个环境污染 那所以到现在越南那边的渔夫 渔公 他们没有 他们还没有拿到这个赔偿 所以她想说 借着这个绝食的 绝食的这个机会 来要求台数来 来赔偿 这些 这不只是 但跟她一起 在今年6月 还有另外一位女士叫 Sharon 她也来到台湾 那她是或也是这个台数集团的 这个受害者吗 她到底的生活 一样受到什么样的台数的污染的影响呢 是另外一位是算那个Sharon 对 她也是那个也得到那个同一个那个环境 保护环境这个公司给她讲 然后呢 她是在她的 她的家乡 在那边也有一个 一个 一个之前那个台数那边也要 也要在那边那个建厂 所以她就从那时候就开始那个抗争 这个这个台数集团 在那边她 所以成立了一个一个一个团体 叫做Drice 所以呢 Drice 这个Drice 她从开始到现在 也是抗争 反对这个台数 台数这个这个公司 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两位 是因为得到这个环境 保护环境这个这个组织的奖 所以他们一起来台湾这边这个呼吁我们这边的律师团和那个参与这个反抗 这个反对这个台数在台湾给我们这个支持 所以其实这两位女士都是从美国那因为她自己的生活她自己的家受到了这些台数的环境污染 然后其实他们也自己也发解一起抗争一些抗争 那甚至他们也帮这个台塑的在越南所造成的一个污染所造 产生一些抗争的这种所谓的行动 那其实刚刚 神父不断在讲说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台塑的越钢厂 他在发生的这个污染事件 可不可以请阮神父来告诉我们 20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这个所谓的污染当时对于越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当时在那个河境港口 然后在那个河境这个台湾这个公司的周围的海边突然很多米死掉 然后这些鱼死掉的范围是250公里长的这个越南中部的海岸 然后那时候这件事情实在在越南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然后这个台塑它开始的时候 它拒绝那个承证它所造成的 然后它有很多方法 然后在当时在台塑有一个干部 就那个干部在那边 有一次他跟一个越南的媒体小姐 他说你们现在要鱼或是叫钢铁 如果你要钢铁的话 那鱼死了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当他讲这句话了以后 那造成大家都是愤怒 对对 然后越南政府因为 因为当时有看到那些越南的渔夫 然后越南人在全国就就那个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 所以他们就私底下谈判 然后我最后台塑集团在越南那边公开的在电视上来道歉这件事情 然后呢来向他说他要赔偿这个事故 那个五千亿米美金 就是500 million dollars 然后从那时候到现在 那我们那些被害人 我们也不晓他们说他们也不晓得这些的赔偿 是以什么证据 以什么方式 以什么标准 来用这个数字来赔偿 然后呢 他们所说的赔偿 但是呢 很多的渔夫没有拿到这个赔偿 嗯嗯嗯嗯 那所以呢 从那时候到现在 那些那些那些渔夫 他们他们也不晓得 那个 现在是只有经过 越南他们当时也要告这个财数钢铁公司 但是越南政府 一方面是禁止他们 不接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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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 另一方面是打压 打压 然后然后抓 然后然后判决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参与这个这个运动 然后把他们 现在目前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4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呃 非政府的机构的组织 已经被越南政府 把它关在建立里面 哇嗯 而我同时 从那时候到现在 那我们 也不晓得 现在越南 那个台数 台数公司 周围的排水 是否干净 嗯嗯 我们也不晓得 他们他们说 他们有请那个 呃 独立呃 专业公司 来处理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 那些他们处理的方法 然后那个 现在结果 结果是怎么样 嗯 哦 那换句话说 那个这个从2016年发生这个 呃 环境忽然到现在 嗯 那这个台数集团在越南那边 靠越南这个独裁的政治 来保护 然后呢 这些人民 哦 那到目前为止 就没有得到什么 协助 嗯 那个赔偿 嗯 然后呢 那经过在那些教会 那天主教的教会 和那些勇敢的一些那个 呃 参与社会者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 有那个 那个那个 起诉 嗯 那个起诉 这个在法院 我们有那个 呃 提起诉 嗯 大概那个有 大概 八七千九百八十几个 呃 呃 那个那个 那个原告 嗯 那我们 我们用我们最 最能尽力来 来来准备一些 一些那个程序 比如说 要那个 要那个 要那个准备那个 委任出 然后一些证据 然后 然后呢 呃 然后就就 收集一些 其他的资料 然后在法 在在台湾这边 有一个律师团来送那个 那个送那个 那个送判 嗯 但是在台湾这边 呃 开始的时候 临方法院 他就 他就 他就那个 驳回我们这边的 审数 嗯 然后最后 我们把这件事情 那个送到 那个 告诉到 那个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现在 多可以接受 可以处理 嗯 因为在 这个 那个 加害者 在 在越南的 那个 干 在这个公司的 董事会 是台湾上 是台湾人 所以呢 他们有责任 所以呢 他们就 就 就给我们这个机会 告那些人 不是告那个 24个 这个 这个 集团 这个公司 嗯 但是 但是 虽然我们有 7900几对 那个 那个 原告 呃 在这个 在这个 名册里面 但是最后 那个 叫最高法院 只要 叫 叫我们 提供 那个 提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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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书 嗯 这个委任书 这个委任书 要经过 越南政府 认证 才能够 在台湾 这边 才有效 嗯 但是 如果我们 用这个方法的话 一个 一个 原告 到当地的 当地的 越南政府 来 来 那个 验证的话 这个人就 一定被抓 一定被打 被抓 被恐吓 所以呢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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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把件事情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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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团讲 然后慢慢 慢慢的 经过 邱 邱 立委 他 帮我们 跟 外交部 这边 做个协调 然后慢慢的 现在 他 同意 为我们 一个方便 是不要 也是 不必要 不要经过 越南政府 那边的 验证 你可以用 这个 两个 文件 有 那个 英文 和 粤文 报 那个 台湾 办事序 那边 就验证 都可以 但是我们 在 我们 当他 给我们 这样方便 那我们 这边 也有 面对了 很大的 挑战 因为 在 越南 我们 的 那些 人 他们 只有 一件 的 身份证 的 证件 其他的 是 其他的 是 是 大部分 他们 没有 那 所以 现在 现在 是 因为 这样子的 状况 目前为止 我们 今天也 面对了 很大 很大的 障碍 很大的 打仗 OK 好 简单来讲 就是你刚刚 特别提到的是 虽然在那边 造成了 台硕在越南 造成了 污染 但是越南政府 也有出面 台硕也有 做道歉 跟赔偿 但是赔偿的 钱是指给 越南政府 但是民众是没有拿到钱 所以后来这些民众在 很多团体的协助之下 就到台湾来进行法律的诉讼 刚刚阮神父特别跟我们讲到 整个诉讼的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待会还要再请教阮神父 刚刚也提到说 在台湾这边是出现的一些 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方便 但是仍然是有一些困难 另外一个部分 你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台湾集团在那边 跟越南的独裁政府 看起来的关系是不错 所以你刚刚也特别谈到说 其实也因为这个关系使得 他们在那边得到了某种的保护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阮神父来继续 把我们跟我们讲更清楚 就是说到底台湾集团 跟当地的独裁政府的关系是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 灿烂时光会客室 有pa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多更深度的报道 以及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是监督台硕 月刚联盟的成员 同时也是天竹教新竹教区 越南 移工移民办公室的阮文雄神父 阮神父你好 你好 虽然阮神父今天是要跟我们谈 在台说在越南发生的污染的问题 以及相关的抗争跟赔偿 的议题 不过阮神父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长期关注 移工的这样的一个神父 移工移民的神父 在过去也跟我们来曾经讨论过 有关于移工移民的问题 好那我们延续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所做的讨论 神父他刚刚有特别谈到一点就是 在当地这些越南的这些渔民 他们基本上来讲虽然经过了抗议 但是这个台硕也做了一些回应 可是台硕虽然赔了钱 但是赔了钱是给越南政府 可是越南的民众并没有拿到钱 甚至遭到打压 刚刚你也特别讲到一个概念 一个重点就是台硕 其实在那边是受到集团政府的保护 那简单来讲他们的关系是不错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台硕集团 跟越南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吗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抗争者 甚至这个记者被抓被打压呢 其实是台硕集团在越南 然后跟越南政府关系多深多好 那我想我个人这边也没办法知道 但是一看到越南政府保护这个集团 造成这个环境固然那么严重 然后也是禁止越南人在越南和那些被害者 进行诉讼这个案件 然后他就也是去打 然后抓那些记者 在越南谈到这个环境 这个台硕的事情 那我想看这些的动作 我个人想是否在越南 越南政府是有跟越南台硕集团有合伙 合伙的关系 然后他们就把利益当他们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这边讲到台硕集团在越南造成这个灾 他还要求他们赔偿这个事情 那就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那所以就马上被打压 马上那些记者就被抓被打 然后被关在经理里面 那我记得之前在也是在2016年 越南共产党的总秘书 总书记他有到合径那边 合径钢铁那边 然后他们他在那边 这个怎么说 做一个来探望这个公司 但是在当他租来的时候 在当地的人民是直接被台硕集团的公司造成的影响 他也没有出来跟人民问候 也是也没有关心越南那些的渔民在那边 所以他直接来看能够谈一些好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时间他就离开 那所以连最高的政治系统的一个位置 那个书记还是有这样的态度 那让我想这个是不是他保护台数 就保护他们自己越南政府的共产的关联 那所以他们就有我们任何人讲一些有关台数 这个造成那个罗警污染在越南 他就马上就被警察去抓去打 去送到监力去 这个是让我们在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社会 听到这件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 就是他已经承认他自己有问题 然后也赔钱了 那为什么这些钱不分给这些受害者呢 因为他们的确承认受污染了吗 污染的这个对象又不是政府而已 政府当然有一些影响 可是真正的对象是这些渔民啊 那为什么不去赔偿这些受害者 那这些渔民在这段时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损失 你刚刚也特别谈到你现在连那个海到底能不能够捕鱼 也不清楚不是吗 那这个损失不是很严重吗 当时在2016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在我们还没有把我没办法过去那边看 但是经过金鸡朋友神父主教那边所告诉我 这个伤害是很深很大 那以我这边的经验的话就是在台湾这边也有一些渔民 因为这个事件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船 他们的鱼具就抓鱼的工具把它很便宜的卖 然后就来台湾当移工 所以他们来台湾当移工的时候 开始他们就很不适应 因为他们在越南是老板 所以来台湾今天当那个工人 所以我有机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每次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就哭 他们他说不只是我在台湾今天来做这个工以外 我的家人还死是因为有这个环境污染 所以孩子们现在也失去了父亲母亲 那一种感情上的感情 他必须要离开越南到台湾来工作 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他的小孩 对 然后有一些孩子也没办法可以继续读书 要去找工作 然后一讲到这个灾害 这个场景价还造成 像影响到这些渔民夺生 我个人想是非常非常很大 非常很大 然后我也有问他们说 越南政府说他们有赔偿 他说他们没有看到 甚至他们有看到那些共产党的 越南共产党的亲戚 他们没有做渔工 但是他们有听说他们有得到政府的赔偿 意思是说整个有关赔偿这个事情 当做一个贪污的事件 然后他们说 如果有关赔偿的部分 他们也要说越南政府有没有 也没有跟他们谈判 也没有跟他们说 现在是我用这个数字 要求台数有个沟通了 他说什么都没有 突然就是把这个数字提出来 也没有什么根据 然后他们做这个独裁的 一个决定的一个数字 所以对于渔民 多少人 多少渔民在那段时间 没办法可以工作 然后卖鱼的人 然后餐厅 然后那边的饭店 然后做鱼路等等 听说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神父的意思是说 就您所接触到的是 不管是从教区 或是那边的朋友 或是他们到台湾来 这些渔工 到这边台湾来工作渔工 你知道他们的损失是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可能越南政府 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调查 所以到底当地的河岸海岸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的 这个捕鱼 或者是说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来做赔偿 其实也不清楚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 这一种状况 对 所以他们用他们自己独裁的方法 然后他们想他们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 不用跟民间 那个渔民那边沟通 所以他们就自己 是自己做一个决定 不管别人 然后让他们管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们这样是反抗我 反抗这个共产党 是反动分子 你看到现在 我们那边的人说 他们也不晓得 那边已经六七年了 那边的海水是不是安全 他们不晓得 因为不少的捡 怎么说捡 在海里面能够去捡水 捡水员 他们就离开那个环境 他说以前他们在那边 他们的工作就是 做这个捡到海里面 抓那些很深的海里面的一些鱼 但是现在他们都没办法 没有 他说没有什么在现在不见了 所以他们就离开 那个越南中部的海岸到南部那边去工作 所以环境的恢复到哪里 我们真的不晓得 当时那个早上 有一些教友跟我说 你看神父如果当天晚上是有下雨的话 隔天我们起来的 说看到我们的 看到我们的那个 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 在这个家的前面 都是水凉 都是黑黑的 其实会被台数钢铁公司那边 他的烟放了出来 所以现在问题是水污染 然后空局也是被污染 你刚才有谈到说 其实后来就到台湾来打跨国官司 所以你们有7980几位的被告 到台湾来 一开始其实台湾的最高法院 台湾的法院是要求 你们要去提供 这个由越南政府所认证的 这个所谓的委认书 但是后来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就是直接 台湾的这个办事处 去验证这些相关文件就可以了 那这个验证相关文件之后 你们就可以去在台湾 去告这个台塑集团了吗 其实是那个 现在不需要 不需要经过越南那边认证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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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委认 其实是台湾政府外交部 这边所要求的 是 很奇怪 在越南现在 那个户口 现在不需要了 但是 但是那个台湾外交部 还是要 要那些 那个原告 用那个户口 或是护照 然后跟那个身份证 那个 带到那个 那个台湾办事处 去做这个验证 但户口 那已经 越南政府已经举下了 对 那不需要了 台湾政府还要他们 用这个证件 或是护照 多少越南的劳工 越南人有办护照 到外国去工作 很有限 那现在是我们有 我们提 我们提一个 另外一个证件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驾照 那个 开车的驾照 因为开车的驾照上面 也有 中 也有英文 越文 在 但是台湾 台湾外交部 他们 他们就不要 他们一定要那个护照 或是那个 户口名簿 对 但是我想 我想是 就是这样子的 是 不晓得台湾政府 是否有跟越南政府那边 是那个造成 造成一些困境 让这些原稿 没办法可以很顺利在 婚礼 顺利完整 那个印证的手续 在台湾这边可以 这个诉讼 你的意思是说 即使不需要 越南政府的同意 但是台湾政府 也要有一些 这个证明 你是越南人的 这个要求 那这要求 包括你刚刚谈到 所谓的户口的 这个登记 但是你说越南 现在已经没有 在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就要护照 护照但是也不是 所有的越南人 或者是只有少数的越南人 他才会有这个护照的 这样才会去办这个护照 所以这个看起来 台湾政府 不管他是不是跟台硕 或是越南政府 有做什么样的协议 或是你认为 可能会是有某种的打压 可是在实际上面 他好像困难重重 这个有什么 出过的可能性吗 但是我跟你说 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困难 很危险的 就是 你知道这些人聚办 这些验证 是偷偷的聚办 因为如果当地公安 或是公安知道的话 他们就被打 被抓 然后被恐惧很严重 然后可能是被 被诉讼到法院的 那么被关了 所以我看 不只是 不只是这些合法的证件以外 我们这边还是面对那些在越南的公安 照不然 如果不谨慎 而且不小心的话 他们知道的话 他们就一定抓那些去做这种 在越南 在台湾 那个慢速度的那种验证 所以这个很危险 你看 有一个神父 在越南帮忙这些 这些那个原告 现在在他的教堂的前 这个在教堂的 教堂的门口 进来找他的 这个公安把他建设 那个建设计 你看 连神父他们也不放 那甚至于那些 那个平民 这个只有教育 这很麻烦 很麻烦 那 台硕集团有任何的回应吗 就是包括这一次 已经发起的 这种全球性的绝食的行动 他们有任何的回应吗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今天在台湾 也没有听到什么 他们的回应 然后我在美国那边 我这边也还没有 还没有听到什么 这个台湾那边回应 有关全球结束这个运动 但是每一次我们的人 去参加台湾的股东会 然后我太常 我们就提出来这个事情 但是说我们已经培长了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 没有了 所以他们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已经结束了 不是现在一定要继续的面对 然后解决的 因为如果按照你刚刚的说法 他认为的结束 可能是我已经赔偿给越南政府 但是对于这些渔民 他其实是没有得到这些相关的赔偿 所以从他的角度 他当然会是这样 可是从渔民的角度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点像皮球 有点像人肉皮球 被到处的踢来踢去 就是越南政府打压你 然后你们去找台说 台说就说 我已经赔了 然后台湾的外交部 又有很多的关卡 所以你不只是被踢皮球 还要闯很多的关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突破的方法 或是你们会期待台湾的民众 可以怎么样去关心这一件事情吗 我想我个人想 在台湾我们已经 有诉讼的案件 开始的时候 我想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在台湾这边发生的事 是因为跨国诉讼的事 但是到现在 它已经成立了 那我想 看把这个 虽然主义 没办法 可以以我们这边所要 而才算是成功 我想是一个小小步子来走 那它已经有它的效果 有的进展了 有的新的进展 有的一些进展 那我想以这个心态 然后我们要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往前进 像在美国现在 Mr.N他现在做这个全球 这个进 这个 这个 进学这个运动的 那 那我 我个人相信 它一定有它的效果 然后呢 在将来 在其他的国家 我们一起来配合这位女士 然后我们一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运动的 有人参与的 它慢慢把它当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然后我也希望经过这个事件 因为台数集团 我希望他知道 这件事情他已经错了 他要学到 因为他错在哪里 他错是在于 他把利益当 当他们主要的做生意 他们不管他人的生命 他就管他自己 他说你是说比较重视他自己的获利 但是不管这些人的生命 对 所以他要更改他的这种观念 然后呢 他要尊重 尊重那个 尊重那个人民的生命 然后他尊重人民的生命的时候 简直我相信 我希望 借着这个机会 这个 这个 借此 借此运动的机会 台数要 要改善 不是改善 更新他的 他的 他的想法 叫直接跟那些被害者 可以沟通 不要经过越南政府 因为这被害者 不是越南政府 是那些渔民 那是那些那个 所以呢 他们要跟他们做一个沟通 然后呢 先沟通嘛 都是要来沟通嘛 然后这个谈到这件事情嘛 然后那个 然后呢 以后 呃 培长 怎么培 然后多少 那就是大家一起做 来做一个 像一个 他是一个 他 我感觉到就有点奇怪 是台数是在一个民主的 的 制度在台湾这边 美国那边的 他的 他的 他的运作 做到的生意 但是他们所 所用的方法是独裁 嗯 他就不管 不关心 那些人 人 人命的 那所以 这个 这个要改 我希望他会改了以后 去跟那些 那些被害者 做个沟通 我相信 因为我是 我是神父 我相信那个 那个神的力量 我相信 对 然后我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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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这个神会给我们 天主给我们这个力量 然后我们继续 继续努力 然后呢 这个结果 我相信 有一天会 会 会达到 然后从现在到那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动作 做什么事情 我想是 我想是这个 也是一些 智慧 因为这种智慧的话 经过 不是一个人 一个团体 多人来一起 努力来投资 投 那个 一直 一直来 一直来 那个投资在里面 然后慢慢 以后怎么发展 那我真的都想的 但是我 我有这个希望 嗯 我觉得这是 圣经里面 常常讲到一个 要有盼望 对未来 现在有盼望 那也可以看到 我们神父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爱的一个行动者 他不是说会去诅咒他 而是希望 即使可能这件事情 短期看不到什么进展 但是他的确是有进展 是一步一步慢慢在进步 这我也觉得是社会运动 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们常会看到一个 好像没什么希望 但是就停止了 可是并不是这样子 慢慢的往前进 他就是一种 一种前进 那特别你也提到说 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当中 就算台硕觉得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 他自己在心态上面也必须要重新做调整 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不是所有的目的都是在赚钱 而是包括人命都必须要尊重 非常谢谢神父今天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心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神父请教相关的议题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